謝謝 這個旅遊進來 其實你可以喝很多他們做的咖啡 大多數要開始旅遊 就是會給你一杯咖啡喝 是這裡的豆 而且整個哥倫比亞 他們都很流行用手去摘咖啡 摘最好的質素 所以這裡的咖啡質素非常好 原來咖啡是在Etopia發明的 大概1300年前左右 有個叔叔,很出名的 因為它真的是咖啡之父 有很多不同的Plan 在Florrest那裡 然後他就看到咖啡豆 然後咖啡豆吃完之後 他覺得很興奮、很開心 他就嘗試拿水來煲 開頭的時候他覺得 為何這麼臭、不好味 他覺得不要搖 就這樣踢走出去 踢到火裡 那些豆就落到火裡 誰知開始那些豆給火燒的時候 就很香味 就是那個Rose的味道 然後叔叔就發現 咦,原來咖啡豆是這樣Rose出來的 那我們就開始生產咖啡了 這裡就會告訴你 奧景在哥倫比亞這裡 怎樣去種這個咖啡出來的 首先很重要的事情 他們不是用泥土來種的 他們是用河裏面的沙來種的 因為會鬆一點,沒那麼緊 大概70天左右就會有咖啡苗出來 18個月左右就會有咖啡的Plan 大概兩年左右就可以收成了 怎樣可以保持咖啡樹的質素呢 原來他們每七年就會檢查一次的 大概一棵樹的壽命就有二十多年左右 所以就分開三次來檢查 如果好的質素就繼續有去種 總之種到二十多年的時候 就整棵都不要了 但有一件事要很小心 就是一些疾病 譬如咖啡樹一有疾病的話 這一棵樹就不用要了 疾病可以看到了 就是這個 你看到那些葉子可能會有黃色這些 就是全部都是有病的了 好了,怎樣知道這些咖啡豆是美麗還是不美麗 還有有沒有蟲呢 其實他們harvest完之後 他們會放進水裡洗它 如果那些豆浮起的話 就是不美麗了 因為蟲已經住了空心 輕的,就會浮 沉下的就是美麗的咖啡豆來的 Columbia這些咖啡的農夫是很慘的 慘著是什麼呢 他們的薪金真的很低 他們由早上大概五時開工 然後晚上五時下班 然後每一桶 這個大概10kg的咖啡便 就是用手來摘 每一桶只是買一元美金 他們做一天十個小時 一天的薪金只有十元美金 而且這麼辛苦 譬如今天天氣都尚算好 有些風 譬如夏天下雨的時候 你想想他們是多麼可憐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珍惜 這些美味、美麗、輕盛的咖啡豆 一定要想回他們的農夫 是多麼辛苦去做事的 好了,真的要放下機器了 因為我要摘最少25粒 很累 剛才大概在咖啡牌那裡 半個小時左右 但今天的天氣雖然不是說熱得很瘋 但又曬,又有很多動作 我都出汗 原來咖啡農民 他們會很喜歡喝這個 是Bordacala 其實很像一個檸檬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 這裡叫做Bordacala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因為他們的農夫 很熱的時候 整杯會吞了它 Bordacala 其實就是swallow 吞的意思 就叫做Bordacala 裡面有檸檬 有這個sugar cane 還有這個cinnamon 在裡面 好舒服 好refreshing 他們說這一杯 差不多等於他們的物品 來的,必飲的飲品 一天會喝兩三杯左右 總之有break的時候 就會過來喝一杯 這個refresh一下,降一下溫 很棒 四處